在台上开心打招呼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亲自来台参加科技论坛 演讲前更不忘跟华硕董事长施崇棠 红旗董事长陈俊胜等客户握手拥抱 科技巨头旗聚力挺基辛格 而他也直言细经济时代来临 和台湾供应链伙伴合作开发新技术 而这也是基辛格 接任执行长后第五度来台 更是2023年第二度来台 看得出他对台湾的重视 但他也是最爱讲台湾不安全 长榜矛头对准台积电的执行长 而基辛格先前更自爆英特尔三大失策 像是错失智慧型手机晶片商机 取消早期对人工智慧GPU的关注 和没能进军晶圆代工业务 这次来台他将携手台厂供应链 展现要将笔电倒入AI应用的企图 在媒体专访时间 基辛格更合体师重堂 展示AI PC功能 基辛格重申英特尔晶片先进制程技术 以四年五个制程为目标 而面对尾巴冲突基辛格则表示 当地晶圆厂保持正常进度交付产品 希望中东能早日恢复和平 不过基辛格现场并不是让媒体问到宝 似乎有意避开竞争对手台积电和相关敏感问题 力拼在2024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 重回巅峰 TVBS新闻 新闻想刘萱 台北什么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